台東資本屍體5月初 疑似遭到當地農民動用怪手挖鉤放水 造成湖水大量流失 許多地方幾乎見底 屍體的生態嚴重遭受破壞 讓當地悲難族人感到相當氣憤 很多的魚蝦都因為沒有水 就乾淨它就死掉 而且被曬乾那時候太陽很大 破壞了這個鳥類它食物的來源 你這個用人工這樣去挖 你們好像在跟政府 跟我們老百姓再過不去 為了你們自己的利益 這樣子把這個生態 這邊一片美麗的地方 這樣把它破壞掉 卡達地步部落族人提到 總面積300公頃的資本濕地 除了蕴藏許多魚蝦 過去也是梅花路的棲息地 是當地悲難族人的漁獵場域 跟傳統領域 但是台東縣府71年 跟捷地爾公司簽訂了BOT開發案 造成資本濕地到現在都無人管理 這個地方我們的傳統領域 在71年的時候 台東縣政府為了來做BOT 也是觀光的發展 所以說就把這塊濕地的土地徵收 作為綜合遊樂區開發的地方 後來跟捷地爾公司來訂契約 但是一直沒有履行這個契約 捷地爾公司 所以說目前這一塊濕地的土地 在訴訟當中 基本上我們認為這個 已經合約失效了 那他們目前還在上訴 所以最後的軍論現在還沒確定 不過未來在這個整區的規劃上面 我們還是以最適合那個地方的 那一種發展或者生態 是不是能夠用雙影的方式來規劃 這個我們大概可以在整個 現府錯誤的政策 造成捷地爾BOT開發案延宕了30年 也導致了資本失地 至今無法有效管理 卡達蒂布部落強調 已經擬居部落共識 要求政府歸還傳統領域 讓族人自己管理 避免這一大片的自然生態 再度任意遭受破壞 記者文章章在台東縣采盲報導